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马建设一座云端服务中心 这也是这家国际科技公司对东南亚国家的最大投资 也是到目前为止五国获得的最大单一技术投资 中东的战事持续扩大 伊朗发射粘近200枚火箭弹 直接射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上空的爆炸声震耳欲浓 伊朗革命位对称这次袭击 是报复以色列杀害哈马斯和真主党领导人 以及伊朗高级指挥官 以色列表示伊朗犯下了一个大错误 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 泰国中部巴吞塔尼府昨天中午发生火烧笑巴的悲剧 一辆载有44名失声的笑车因爆胎失控 撞上分界低后起火倒是25名失声惨死 事发之后逃跑的48岁巴士司机在昨晚到警局自首 声称自己事发时尝试灭火但无法扑灭火势 出于害怕他只好逃跑 司机目前面临四项重罪 包括过失致死 肇事后逃逸等罪名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博内外资讯 锁定今晚8点最热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